大家好,欢迎收看大会视频 今天分享一个豆腐的新吃法 首先,豆腐里放一勺盐 倒入温水浸泡 这样可以减少豆腥味 准备一些小葱,切成末 然后切点小米辣 准备一些大蒜排碎,然后切成末 十分钟以后将豆腐取出来 然后切成厚片 碗中倒四个鸡蛋交散 盘中倒入一半的鸡蛋液 然后放入豆腐片 放的时候像这样摆放一圈 然后浇入剩余的鸡蛋液 要每块豆腐都沾上蛋液 然后把蛋液倒入碗中 起锅烧油 扫点食烟,放动一下锅 然后把豆腐整齐地放入锅中 淋入鸡蛋液 小火慢煎 把蛋液煎熟 底面定型后,轻轻晃动 防止粘锅底 底面煎熟后,扣上一个盘子翻过来 小火继续煎,把地面煎熟 两面煎熟以后,关火出锅,待用 另起锅烧油 放入姜蒜,小米辣炒香 搅适量的清水 老抽,食盐,白糖,蚝油 用铲子搅动 然后大火烧开 把豆腐鸡蛋饼放进去 炖煮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 豆腐鸡蛋饼已经入味了 大火收一下汁 即可出锅 装盘使用 哇,实在是太香了 一道美味的蛋猫豆腐就做好了 吃起来,外焦你弄 入味下饭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